这个人是卖车子的 用车子为辟语 对方喜欢听的 来跟他说法 那这他素氏的因缘 是什么 所以随其素氏因缘 弥勒菩萨 未说妙 妙就是符合空性的 所以唯妙法 令德不退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往生都算念愿 就是为了这个来 不退菩提心 然后你不退菩提心以后 参加龙华三会 挣个空性 那就变成摩赫萨了 难不难 很简单 但是众生不知道 下回各位要跟你的朋友说 来参加我给你一万 你做老板 来参加我给你加薪水 一个月六天加六万 你还赚多了 我跟你讲 对方为你守一天帮 晚再见 你给他一万 你赚了是一亿 因为一天八关灾界 他来是做皇帝 这个皇帝你看 就整个财产都在护身 一日一夜八关灾界 他来参加了 升天 那这个天神会不会守护你 就是这样 滑得来的 所以各位你花多少钱 己股独长者用当时候的十万黄金 换他儿子去参加八关灾界 滑得来 因为八关灾界 风德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一个月六天 要好好地受持 诚实论里面说 你讲 奉持八戒 天王福报 亦所不及 哇 做四大天王 做一皇大帝 逃离天王 福报太大了 但是你受持八关灾界 一日一夜 天王的福报 跟不上 为什么呢 在第九 念一下 天王是自念言 天下若十五日三灾者 寿终可得无畏仪 边诸天大金言 但十五日三灾 乃得如是处 佛言誓语不可信 唯不地说 何以故 十五日三灾 经浸者 可得度逝 何为逝处 好 所以一皇大帝 天 第四天 自己在想 天下人 如果初一到十五 这三天 初八十四十五 三天 守八关灾界 一个月 守着 上半月的三天 命终以后 就可以得到我的位置 一皇大帝的位置 那旁边的这些天神 很惊讶 真的吗 就十五天里面 这三天守八关灾界 就可以跟 第四天 一皇大帝 一样的位置吗 哇 大家赞叹 结果释迦牟尼佛听到了 事与不可信 逃离天讲的话 不要相信 这不符合真理 为什么 初八十四十五三天 能够守八关灾界 精进的 可得 度世 这个人可以超越 世间轮回解脱 而不是说 天上有什么了不起 天上还在轮回里面 对不对 能够解脱才重要 何为四处 干嘛 去做一皇大帝 一皇大帝还在轮回 所以意思是说 八关灾界的功德 超过一皇大帝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如此 所以你如果来世 你要升天 保证是做大帝 要做人 保证做 不用选的 领导人 就像不丹的国王 就像泰国的皇帝 不用选 对不对 大家看到他还要跪 他自然有那个威德力 现在世间的领导苦不苦 苦 不小心还要被打下来 暗杀 下来以后抓去关 这个世间 这是硬真真来的 所以像各位这一票人 各位皇帝 各位皇后 以后你们要记着 护着三宝 不要享受这些 因为你们在 大家在受保管 在这些 那这些 各位 努力去赚钱好 还是努力受戒好 当然啦 所以六宅日要请假 跟老板讲好 你找我去上班 是你公司的福报 我在你们公司 你们可发了 我真是如此 我自从会做事以来 没有一件不发的 所以我每次要离开 那老板用哭的 哭的不成人形 我第一次大学毕业 当完兵回来上班 去一个卫浴公司 各位都听我讲过了 我去上班不到一个月 他们做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 因为就是在东华北路 因为最贵的嘛 法国Jekup的 位置一套一百多万 最贵的 然后那时候我刚毕业 清清秀秀 小白脸一个嘛 那他们就请我去 穿个西装 那边微笑就好了 这个也蛮好赚的 但是因为我就在那边上班 上班没多久就有一个 网附近了 说台湾人 喂 那多少钱 你上头下 哦 七十五万 好 这个我算回来 那个浴缸就七十五万 整套的哦 整套算成的才会八五万 OK 你说真的 说假 说完了就走了 台北有这种人 粗络 这不是真的假 他丢一张名片 丢一张名片 然后老板来了 下午他来了 老板 这个不知道在跟我们骗了 不知道真的 丢一张名片 算算的八五万 都没说假设 但是跟我们说主要 要送去 不能说国语 要说台语 那个就是 梁宇大王 曾正龙 所以那个老板拿个名片 哎呦 这个听过 我问他 那你请秘书打个电话 是真的还假 对吗 中爱国奖券了 对不对 一打去 真的哦 我那时候马上升官加发财 以前我不会开车 我们的老板 你不会开车 公司 从那时候开始 他天天用病史载我 他载我 但是要求我不能打 可是我载你已经很危险了 你又渡过 我说 不好意思啊 不是没睡 我会打发财 后来我想 真的人要富报 那个时候 彰花冠还长得蛮漂亮 我去他家 我去他家 哇 哇 这真正好家人 别跟我说国语 我说台语 我说是是是 我付钱是彰花冠 现在加一线县长 他就想说 哇 这些 他丑陋 他丑陋这些 不错 他说话又很丑陋 因为他 他不喜欢 台北人 所以我跟我们老板说 我们都给同学 穿牛仔裤 这样不可以说公义 说台语 你不要穿谁 我不要穿谁 那是在帮方看的 一去送完 一百五十万带回来 才知道 现在想起来 真的用卡拉流金 哎呦 好薄 你怎么不薄 但是问题是 我这个人还蛮谦虚的 虽然他这样 我口 他从来我哪知道 他又真的开卡车来 因为他觉得 他这个心态很特别 就对了 他很喜欢这样 然后那我很客气 给他介绍 给他介绍 这个好 这个好 对不对 然后就有一个因缘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 赚钱 就还没开始就赚钱了 赚钱原来要靠运气 那运气可能要有一点客气 这样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 就客气客气笑笑 老实说 连结婚都是别人介绍的 我介绍也是别人介绍的 我认识我太太是 我饿个一大堆 同学追他追不到 听说又漂亮又有钱 然后呢 就叫我去 哎 杀手 你来一下 杀手 因为看我白白的 我是杀手 点点吃三我公 来一下 我那时候没兴趣了 我当完病 我说 我现在没要结婚也不谈恋爱 我对这个没兴趣 现在要怕便宜 贪大钱 不知道我就买大厨 给人家来处理了 就找我去 我看 哇 长得漂亮 我还猜 这个不应该是 败赢了 漂亮 不好服饰 败赢了 因为我讲的是用处 这个不好处理 哪里知道 倒追啊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就这样 刚退伍就 哇 女人也有了 钱也有了 这样 这个就叫福报 所以各位在家知道 哎呦 原来守戒有福报 对不对 守戒有福报 所以后来那边上完班 那又不行了 要换公司 老板哭哦 财神不见 那个时候做 做福华饭店的卫宜 做 我记得还在天幕 有个什么 龙山里 是吧 龙山里 还有台北 台北东华白路 靠我这个福报 去驾驾就OK了 那我在福华饭店 我还觉得 哎呦 那老闲 不是像老闲 站在这儿 叫老闲 不但要驾驾驾驾驾 大家都要驾驾驾驾驾 但是要买最好的 卫宜设备 让人可以赢 我就是 我套不过来 这是什么心态 福华那时候 在台北还说 好的 指定要用我们的 最好的 但是我想说 老板怎么会这样 克克 要求他儿子也这样 克克 原来这个 赚钱是要这样 所以我也 学了很多 我也跟他们接近 那时候很多 大公司老板 因为老板把我当福星 我那去就OK 所以我又要做 西娃里 知道吗 西娃里 你说没吃的人 你就切一个西娃里 帮都帮了 西娃里 叫福德第一 所以一切都有一个业力 在安排你 在安排你 只是说 对我这样讲 各位觉得说 你还蛮有福报 对我来讲 我很痛苦 因为我觉得 我不快乐 我真的不快乐 因为我觉得 内心有一点 有一点悲观 有一点寂寞 有一点痛苦 还好我很喜欢养鱼 所以我一放假 就去钓鱼 就去潜水抓鱼 不吃鱼 然后把鱼回来 放在鱼缸 这边看它游 游到死掉 因为鱼在那边游 就很自由 很快乐 那内心里面 就在追求这个 所以后来有人跟我说 师父你以前 做过海龙王 我说有点像 至少是水珠缸王 什么水珠缸 我家里都有 然后买得很大 所以我刚才新店 我想说 旁边摆几个水珠缸 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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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美哦 骑鱼好美哦 慈悲最美丽 对不对 因为想法变了 变了 我不喜欢去买水珠缸的鱼 因为那个是饲养的 好像不自然 就要亲自去抓 掉 自然 放在那边看 但是这是唯一的快乐 所以那个是心态 所以后来我名字叫海涛 我就很快乐 师父对了 要么就海涛 要么就河水 不要 我去什么山 我看到山心里就有压力 太寂寞 所以 但是现在一直想 你会觉得说 我之所以讲这个 就告诉各位福报是什么 不要各位去羡慕这个 那这个福报 不拿来发菩提心 浪费了 因为你福报想完 有什么用呢 所以人在这个社会上 我也结过怀源 人家拿枪比了我 人家拿刀要杀我 我都碰过 那这个结怀 我因为对不起他 我完全没有对不起他 但是他就要这样 伤害你 威胁你 只是说你会觉得 这些也都是虚幻的 但是问题从这里面 你可以去体悟 善恶果报的百分之一百 善恶元的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的好处就是说 我是从生命里面的接触里面 深深地感受到佛法的真实性 所以一毛钱不要歪 一张牌位不要钱 对不对 深深也不要去攀缘 你就好好的去利益众生 因为你利用别人 将来会被利用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 一毛钱也不要骗 不要拐 像各位你拿红包供养我 我没有好好修行 下辈子你就做我哥哥 然后就没事就打我骂我的 因为我没有做牛做马 被你打不错了 还做人呢 你没有结善缘 在这个世间很苦的 太太跟你要债 先生跟你要债 弟弟跟你要债 爸爸妈妈儿女都跟你要债 苦不苦 所以各位一定要跟人家结善缘 不是跟你要债 来还你债 像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太太啊 丈母娘啊 爸爸妈妈 他们真的是来 来对我好的 包括我儿子 代替我被打 叫我去出家 妈妈 妈妈 妈妈